大家好,欢迎来到洋洋Chinese Classes。 我是你们的洋洋老师。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妹妹游公园 妹妹来到公园里, 看见园里的花开得很美丽, 就采了一朵,插在头发上, 忽然,背后传来嗡嗡的声音, 她回头一看,不得了, 一群蜜蜂正朝着她飞过来。 妹妹吓得哭了起来, 赶紧跑去找妈妈。 妈妈把她头上的花拿下来丢掉, 蜜蜂就不再追她了。 妹妹问妈妈, 蜜蜂为什么要追我? 妈妈说, 因为她们闻到你头上的花香。 妈妈又对妹妹说, 公园里的花是给大家看的, 你以后不要采花了。 妹妹点点点头。 妹妹往前走, 看见两只花蝴蝶在公园里飞来飞去, 就去捉蝴蝶。 蝴蝶飞呀飞呀飞呀, 最后飞进花丛里, 停在花枝上, 一动也不动。 妹妹分不出哪一个是蝴蝶, 哪一个是花, 就去问妈妈。 妈妈说, 蝴蝶长得和花一样, 让人分辨不出, 这样才能保护自己。 其实, 蝴蝶也是给我们观赏的, 你为什么要去捉它们呢? 妹妹不再捉蝴蝶了。 好的, 小朋友们, 今天杨阳老师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今天的故事, 妹妹游公园就结束了。 谢谢你们, 我们下次再说, 再见!